香港理工大学连日来沦为战场 截至昨天晚上 已经有800人和平离开理大 接受警方调查 但依然有抗争者继续留守 并想方设法寻找不被逮捕的逃生路线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天指出 警方会以暴动罪拘捕所有人 之后再展开详细的调查 上演11月围城的香港理工大学 昨晚出现这一幕 大约十多名守在李大的示威者 试图突破围城 悄悄从消防车后方跑过 但很快就被防暴警察发现 并用强光照射追捕 现场也传出多次防暴枪响 示威者被迫打退堂鼓 马上撤退到校园 眼见李大所有出口都被警方封锁 还被困在学校内的示威者 唯有出下策 试图利用下水道逃走 以避开警方围捕 他们利用手机搜寻下水道的路线图 但是爬下下水道后 才发现寸步难行 而且臭味喧天 唯有作罢 但是根据报道 最后还是有14人成功逃脱 消诊人员发现校内有四五个下水道的盖板被打开 便派挖人下去搜索示威者 但一无所获 在昨晚十点多 新上任的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到李大外附近视察情况 并和防暴警察对话 逗留了大约十多分钟后就离开现场 而在金沙嘴树市巴历道公园 有大约300人参与祈祷会 声援李大示威者 港警在脸书表示 截至昨晚11点 共有近800人和平离开李大 接受警方调查 当中近300人未满18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在脸书发文 呼吁守在学校的未成年人士 重返家人的身边 警方只会登记他们的身份 就可回家 另外 大约20名义务急救员也正式撤离校园 NTV7综合报道